江青少年科普嘉年华上 大陆航模特技表演队一飞冲天 火箭助推滑翔机 遥控空战机 做出高难度的翻滚 华丽编队飞行 甚至还出现钢铁人 和美国队长友情客串 让现场民众加油 欢呼声不断 看到观众们这么热情 我们也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把这个航空模型的魅力展现给大家 2017年航空模型运动 在大陆第一次受到外界大量关注 航模玩家何从发功不可没 他受邀登上大陆央视挑战不可能节目 高超的飞行技巧圈粉无数 有两道道具墙大家看到了 形状各异 把它做成了云彩的模样 中间只留下了很小的穿行的通道 你可以比划一下 这个飞机如果是横着是过不去的 在节目限制的三分钟内 何从发必须保持航模飞机直立 穿越两个道具墙 并熄灭场上的六十根蜡烛 才算挑战成功 在留下最小的空档的最后一道障碍墙前面 它要用螺旋桨去打灭它吗 这个好像太难了吧 迄今计算 何从发成功操纵航模飞机 钻过小小空档熄灭蜡烛 而第一关刚挑战成功 地域关卡紧接而来 我是要驾驶一架 残缺的飞机去完成这次挑战 慢吧 折断航模的半边机翼 飞机力量不平衡 让何从发控制得很辛苦 几次因撞到道具墙坠地 何从发抓紧时间 调整好重新起飞 最终成功灭掉蜡烛 穿越道具墙戳破气球 完成了挑战 何从发奖战成功 何从发不止让现场观众 印象深刻 更在大陆小朋友的心目中 燃起一个蓝天梦 因为这个东西速度很快 而且非常的有意思 可以让我们体验到 速度给我们带来乐趣 锻炼我那个动手能力 包括灵敏度还有视力 晚上看书 包括还有那个打游戏 弄得太多了 然后就这样 现在至少一直都维持在300度不长了 对比小朋友操作的简配版航模 专业对立的航模飞机 可以说是非常豪华 不只外观布局 模仿真机一比一打造 发动机原理也和飞机一样 烧的甚至是航空没有 但真的飞机飞行时追求安全第一 航模飞起来简直不要命 动作比真机还会说更激烈一点 因为它不受飞行员过载的这么一个限制 真飞机都做不出来的 类似于倒金斗 快速的水平螺旋 除了航模特技飞行 近年在大陆兴起的空中竞速体育 还有这一种 可以看四位选手使出全力 TEM炸鸡了 霓虹夜间赛道上 无人机加速冲刺 每小时直线速度 最高可以达到300公里 堪称是空中F1 上海ChinaJoy电玩展上 大陆电子竞技巡回赛 收次亮相 DRL无人机竞速联盟 就成为全场关注焦点 只要通过摄像头 然后这里面有个 无相传出系统出传 传到我们的视频眼镜上面 跨过无人机上的摄影机 选手们戴上VR头盔 以第一人称进行影像驾驶 融合虚拟和现实的新玩法 让无人机竞速 被称为来自未来的运动 搭上这股热潮 搭了无人机夜间赛场 和室内主题乐园 也如雨后春笋般越来越兴盛 市场规模预计的今年 就会超过200亿美金 这个小巧比较灵活 那种大的感觉挺难的 这个比较有趣 从今年兴起的无人机运动 到可以追溯到 1920年代的航模飞机 航空运动的发展 不只带动大陆社会 对航空产业的兴趣 也普及航空知识 技术培养航空后备人才 助力大陆航天产业发展